大家好,我是老杨 今天是清明节 清明节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遇短 我们的人一生很短 只有几十年 超过一百年的很少很少 我现在四十岁 四十年后我就可能死了 可能还早一点 也可能还晚一点 反正非时 我只希望我活着的时候 我还能记得我的 这个祭奠 我的 已经逝去的家人 我见过的家人 我肯定 不记得了 我爷爷的爷爷 我爷爷的奶奶的名字 我只记得 我爷爷的父亲 我连我爷爷的母亲的名字 我都不知道 才隔了两代人 所以啊 我也不失望 我将来的隔两代的子孙 能记得我 所以我在我活着的时候 我就只想 面发一下 我出生之后 才失去的家人 这是我做人的本分 再过几十年 也许就没有人 给他们扫墓了 因为我的儿子 未必会给我的爷爷奶奶 我的真祖父 真祖母扫墓 他们甚至连他的墓 在哪里都不知道 还不到两百年 失去的人 就会成为孤分野鬼 包括我将来 也是一样的下场 所以有的时候啊 我想低调的过完医生 想安静的过完医生 不说话 不抛头露面 但是后来想想 还是说一说吧 反正说了跟没说 都差不多 那就说一说 反正人会死 我上高中的时候 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那时候才17岁 16岁 我就想到 我们人 是多么的残酷 人类是很 人类社会的发展 你可能会学到历史人物 你可能会记得 秦始皇 暴君 毛泽东 法神顿 这些人 耶稣 什么的 但是你未必会记得 你往前走三代人的名字 你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墓在哪里 绝大多数的普通人 都是这个下场 所以啊 年龄越大一点 你就会感觉到 在有生之年 你还是需要去祭奠 你出生以来的 逝去的家人 尽人 尽人的本分 尽人的 因为你还活着嘛 就是人 尽人的本分 记点完家人呢 今天我还要记点一个人 就是我们的历史 杨家先生 2008年 杨家先生首任几个共匪警察 前后 前五来者后 前五古人后来者 就是我所谓的前五古人 就是共产党统治 在2000年 往前走20年 往后走20年 就仅此一个杨家 他非常清楚 他的敌人是谁 他没有说 他受到不公平了 他要去找 胡锦涛 因为2008年 还是胡锦涛时代 他没有说 他要去找胡锦涛 他直接就找 对他施加迫害的警察 说明他非常的理智 不要说你没有敌人 那都是欺世 盗民之徒 我为什么非常尊重杨家先生 就是他牺牲自己 明明会死 明明会死 他要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 他就像1771年的美国牛仔 不服就干 才有美国的今天 才有美国的往后200年 200多年的愤怒 正是有那些不服就干的牛仔 杨家先生就是这类人 中国不是报名太多 中国是报名太少 不要用报名来误陷 抹黑抹黑我们的英雄 抹黑我们的榜样 他永远是我心中的神 杨家先生在杀上海那些警察的时候 那些狗的时候 他有没有想过自己会死 他是想过的 用生命去反对共产党暴政的人 都是值得敬重的人 不是喊口号 是用生命去实实在在的干几个人 所以今天是清明节 我除了免费我的死去的家人 还免费我的烈士 我们的烈士 杨家先生 杨家先生 那些警察都该死 杨家先生就是正义的 你没有给他选票 你压远了他 那些人死有余骨 死有余骨 今天是清明节 我灭怀仙女 我灭怀仙女 我诅咒那些已经死掉的 恶鬼 你们下地狗吧 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大家点赞订阅并转发 谢谢